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Z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柱子的半径是A 一开始的时候上面有个温度的分布 那外面的温度统统都是0 OK 请问一下 它怎么decay 这decay的过程全部把它写出来 所以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先写这个热流的方程式 我们假设这里面的温度 我们上次温度是用哪个符号 我们是用什么 U嘛是不是 对 U OK 所以呢因为这个是个热流 所以我们要遵守热流的方程式 我们这边是用D 是不是 OK U呢 Row 5 Z T 这是第一个式子 但第一个式子 我们势必先把它展开来一下 根据我们坐标系统 展开来之后呢 会变得蛮复杂的 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铸坐标 这个展开来的铸坐标变成什么 我都忘了呢 你们记不记得 展开来的铸坐标会变成什么 那怕是展开来变成什么东西呢 大家记得吗 嗯 OK 我们会得到什么东西 我们会有一个 我这边应该有 等一下我们马上就把它找到给大家看 那在铸坐标里面 我们把它展开来 会变成什么样 partial平方U partialRow平方 加上Row分之一 partialU partialRow OK 你可以先这样写 再加上Row平方分之一 partial平方V partialPhi平方 再加上partial平方V partialZ平方 partialU partialT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铸坐标系统里面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一看呢 你就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呢 我们这个Frow啊 它只跟Row有关系 它跟这边旋转的角度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角度上面对称的 每个地方都一样 它从中间 比较高 两边比较低开始 所以既然这个方向都一样 那我们就发觉 这个Temmetry Initial的温度分布 Independent of Phi 那这个时候 之后的结果也应该跟Phi没有关系 才对 OK 所以呢 我们从Symmetry观察 我们发觉 这个东西是什么 Phi轴上面是 Totally Symmetry OK 或者是 Has the same value 同样的 这个柱子是无穷长的一个柱子 它在Z轴上面 比如中间的温度比旁边高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中间这条大桥温度都一样 那我们就说 Z 这个系统也是Independent of Z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简化成 它对Phi的微分等于0 因为跟Phi没有关系 它跟Z 微分也等于0 因为跟Z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只简化成前面的 所以这样一来 就告诉我们 U呢 现在只有肉体的函数 OK 好 有了这个重要的equation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 的这个数学试试 然后另外的 我们需要一些 Boundary Condition 好 有什么Boundary Condition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在这个边界地带 无论如何 它温度通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代表我们U呢 在什么 肉等于A的地方 另外时间随移变 它通通等于0 这是第一个Boundary Condition 第二个Boundary Condition 是说 在肉等于0的地方 它这个数值一定要有限 不能够发散 不能够发散变成无穷大 不行 所以我们说 在肉等于0的地方 它永远要等于有限值 这温度不可能发散变成无穷大 第三个呢 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呢 这温度有一个只跟肉有关系的分布 我们有这三个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这是上一次讲的嘛 然后现在呢 既然这个平衡方程 我们不会解 我们就把它给分了 分解了 OK 那我们现在教了只有一招 在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下面 它是可以试用的 我们令 U 肉 T呢 就把它写成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呢 只跟肉有关系 第二个函数呢 只跟T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第二个式子 假设我们这样假设可以 你一定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OK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第二个式子 带到第一个式子 再除以第二个式子 像一做的时候呢 第一个 U 只对肉 微分 但U 分成R跟T R呢 才是你要微的对象 而且R只有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微分只变成 全微分了 就不会变成偏微分了 最后呢 你有个T没有微掉 最后你再除以自己 那没有微掉的T 就被除掉啊 剩下的是自己呢 就变成在分母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 OK 我们就得到第三个式子 好 算到第三个式子 那看起来 其实就蛮好算的了 那我们现在一观察呢 我们发觉这个地方只跟温度有关系 对不对 剩下的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D除过去也可以 剩下的只跟肉有关系 OK 那我们就让这个 等于 负 α平方 假设我们这样子 因为我大概可以猜得出它什么形式 假设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成功的把它分开来 第一个呢 等于负α平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一大串呢 大家都有R嘛 再加上这个 我们把它变动一下 这边我干脆也把它变动一下 我把这个保留下来 DT 哦 留下来比较好 这个不动比较好 第二个呢 这一大串呢 我把它写成D平方大R D肉平方 加上肉分之一 D大R D肉 再加上α平方大R 等于0 我们有这两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 跟第五个式子 OK 第四个式子 解答机会马上就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呢 你可以把第四个式子 写成DT over T 等于负α平方T DT 然后呢 我们一看变数已经分离完了 跟大T有关系在左边 跟小T有关系在右边 那两边就把它积分起来 再加上一个常数就好了 那你是不是这边就可以写成成log 大T 要等于负α平方T 再加上C 那这样子呢 我们两边呢 同时取 Exponential 这一取的时候呢 这个T啊 就独立了 记住它是小T的函数 这边会变成一个 Exponential C 可以乘在前面 对不对 它变成两个相乘 Exponential负α平方T 乘上Exponential C 我们把Exponential C叫做1好了 叫做大1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就把T求出来了 T已经求出来了 OK 我们再追踪一下 我们从一开始呢 我们这个位置数啊 从unknone 从U 肉T 经过第二个步骤 它变成我们unknone 变成大R肉 跟大TT 变成两个位置数 再经过第三次的那个 我们的位置数呢 更增加了 一个叫做α 变成三个位置数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 大T 跟α 当中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这边又跑出一个常数 这又不晓得是什么常数 所以是不是 到了第六个式子的时候呢 我们又跑出一个 1出来 对不对 这是第六个式子告诉我们 我就先写在这边 好 那我们这个先保留 然后再来呢 第五个式子怎么办 第五个式子怎么办 第五个式子 假设我们要做的话 我们把basal function啊 稍微写在上面一下 那请大家来看一看 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说要是有一个方程式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写在这边 这个超掉 要是有个方程式 可以写成 x平方 y double plan 再加上 xy y一个plan 再加上 x平方 减掉 μ平方 乘上y等于0 这个叫做basal function bas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 那 那这个时候 它的解会是什么呢 会是等于 jμ是第一个 j-μ是第二个 假设这两个知道 前面叫c1 前面叫c2 什么时候可以这个样子 当new的本身 不是 整数的时候 ok 那假设它是整数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们必须要再去找另外一个独立的解 因为呢 它是整数的时候 这两个就变成怎么样 变成 不独立了 就变成相依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给它一个叫做yμ的东西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上次学的 这个大j叫做 first kind basal function of order mu 大y叫 second kind of basal function of order mu 那大j跟 大y有什么差别 我们这边稍微画一下 大j呢 是一开始它是这样 j0 这是x 或者是 这叫z1 这个呢 它是这样 这叫做y0 或者是这样子 这叫做y1 它们两个 离开原型点 看起来蛮类似 都是一直震荡越来越小 但是一靠性 x等于0的地方的时候呢 这个z都是有限数值 这个最大是1 这个是0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大y呢 second kind of basal function 就不一样了 它就发散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这边到底会是怎么样 好 4已经解出来 就是第6 那5怎么解呢 我们不会解5啊 但是我们看起来 好像好像可以拼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看怎么弄 我们两边通通把它乘上肉平方 那我们是不是定了 肉平方 底平方 底R 底肉平方 再加上肉 乘上底R 底肉 对不对 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 肉平方 R8平方 底R等于0 好可惜啊 就差这么一点 你看看 这个二阶的前面是肉平方 一阶的前面是一个肉 假设没有这个 那就是euloculture equation而已 对不对 我们就按照上师教的方式来做 假设这个一出现 又麻烦 感觉上跟它蛮像的 但是又不太像 总是mu等于0 这边要x平方 x是什么 y微分的对象 也就是前面 但是这边不是啊 这边是这个 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就把这个 当做一个变数 对不对 变数变化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第七个字 let mu呢 等于rho α好了 假设我们是这样做 或者就给它叫做x 好了 我把它定义一个 新的x的东西 OK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要有所更改了 dr dro 现在呢 我们希望变成为 不一样的东西 dr dx dx dro 我们希望这样子 那dr dx呢 是我们所喜欢的一个东西 那后面这个呢 对肉一微分就变成α 所以再来一次 那是不是像呢 要对这个两次 五方微分 对不对 第一个dr over dx OK 这个dr over dx dr over dro 然后dx dro 应该是这样子 圈入要等于这样 那么相当于这个 要对x微分 这个就在这边啊 跟x有关系 只有第一项 因为它是某一个常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只有对它第一个微分 这个α不变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又是α 所以变成α平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七个式子呢 就可以进化一点 它就变成什么 ro平方 ro平方 x over α 所以ro平方 会等于x平方 over α平方 所以ro平方 会变成x平方 over α平方 乘上d平方 抵r平方 就是这个 那是不是这一大串 d平方 r dx平方 乘上α平方 再加上第二项 ro ro就是x除以α dr over 抵r就是这一项 对不对 最后面 这个就是x的平方 r等一点 你看一下 α平方 α平方 小掉 α α小掉 它是不是可以 简化成为x平方 dr平方 dx平方 再加上x乘上 dr dx 再加上x平方 减掉0平方 减掉0平方 反正是0 再加上x 再乘上x 是不是可以 写成这样子 这是什么 the basal function of first time the basal function bas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all the zero 因为new new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解会是什么 0是什么 new是什么 因为这个new是整数 或者不是整数 很有关系 它是整数 0就是整数 所以它的解一定是等于下面这个 所以这样一来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大r写成x呢 一定可以写成什么 c1 j1 but j0 因为new new等于0 x加上c2 y0的x 一定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或者 x我们知道 我们就是rho alpha 我们已经设定好了 对不对 x等于rho alpha 要等于c1 j0 rho alpha 再加上c2 y0 rho alpha rho成像α 这个是第八个式子 ok 但现在有个问题哦 这里面呢 有j0跟y0 这里面是rho alpha alpha是位置数 我们把位置数呢 用蓝色的把它标一下 rho alpha是位置数 c1 c2 也都是位置数 当然了 大r的这个 rho alpha 也是位置数 这一定的 ok 但是 因为啊 有boundary condition 2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们的u啊 在rho 等于0的时候 时间认一遍 它一定要是有限制 对不对 这是boundary condition 2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是代表大r r在0的地方 大t在任意t的地方 它一定要等于finite 也就是这两个 乘起来之后 一定要等于有限值 那你绝对不可能说 有一个是发散 发散乘上有限值 就是发散 假设我这个变成无穷大 好了 无穷大乘这个 是不是变成无穷大 然后负无穷大 负无穷大乘这个 也是负无穷大 对不对 但现在问题是 它告诉你 一定要是有限值 不能够负无穷大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r在怎么样 r等于0的时候 一定要是什么 有限值 但是第八个式子 却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为 c1 j0 0 对不对 因为r等于0 再加上c2 y0 0 这个要等于有限值 但问题是 but y0 等于负无穷大 那这样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 我们要把这个答案踢掉 因为它是错误的 怎么踢掉 我们就假设c2等于0 OK 你非常非常靠近0点的时候 它曲心有无穷大 管理什么数字 乘上0就是0 所以呢 我们来 let c2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 r roα 这个诗子可以重写 我们是不是又求到这个诗子了 所以你看 这边有r跟t 对不对 有r跟t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还有 这边位置数还这么多 c1也是位置数 alpha也是位置数 e也是位置数 大也是位置数 t也是位置数 但问题是我们条件 已经用掉了一个了 我们用完了 把它打个勾勾 这个已经用掉了 现在还有两个还没用 那这个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先用b1 bc-1的这个 bc-1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在r等于a的时候 时间任意里面 它永远要等于0 这是边界条件 但是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有第二个诗子 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呢 是代表大r 在a的位置 ro等于a的位置 乘上大t乘上t 又等于0 大t 在任一个时刻 它可不可以让它等于0 等于0的话 你这全面怎么乘 它通通都等于0 但是大t要是让它等于0 任何时刻都等于0 那就是代表着 这个任何时刻都等于0 那你乘上一个什么的东西的 永远都等于0 它告诉你 只要时间一开始 这个温度啪一下就变成0了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绝对不可能大t等于0的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办法 谁等于0 前面这个特殊的位置 在ro等于a的时候 的r一定要等于0 一定要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第九个四十拿进来用 它告诉我们 r呢 是什么函数 所以ro乘上α 现在ro要等于a哦 是不是等于aα 要等于c1 乘上j0 aα 要等于0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假设c1就等于0 假设c1你就把它假设它等于0 管它后面什么 乘上0就是0 假设是这个样子 c1等于0的意思就代表 c1乘上这个 永远都等于0 那是不是代表大r 不管你的ro怎么变化 它永远等于0 大r都等于0了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代表它 衣服永远都等于0 那就代表时间一到 啪 温度又不见了 可能吗 impossible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谁等于0 这个要等于0 它一定要等于0 这个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一0是长什么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什么地方等于0 啊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边有第一个微0的地方 OK 假设为0的这个地方 叫做beta x就等于beta 它是第0个的basal function 第一个微0的地方 所以beta01到底是多少 去查表嘛 我们就可以知道x等于多少 只是我给它一个编号 叫做beta01 第二个微0的地方 叫做beta02 第三个微0的地方 叫beta03 这些数据都查得出来了 那是不是告诉我一件事情 这个什么时候要等于0 当这一0 等于beta0n的时候 它永远都等于0 也就是说 你有很多个beta都会让它为0 很多个beta 因为那个是damping的形式 对不对 那这个beta0n去查表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等于多少 所以这样一来一看 是不是代表 这里面一定要一样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 a乘上α 要等于beta0n n是什么 1 2 这样上去 n等于1 2 3 这样一直上去 那这个马上就告诉我们 α呢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beta0n除以a a是半径嘛 是永远固定的 beta0n可以查 你有很多个 吻合的beta 那是不是就代表 你的α呢 事实上也有很多个 相对的α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 α已经算出来了 α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告诉我们 我们这边要知道的这个α呢 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什么1啊 第六个四神 哪没有第六个 哦 这是常数嘛 常数我们暂时先不管 所以α已经得到了 他告诉我们 不只是一个α 是好多个α 都可以遵守这个定则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 第九个四神 是不是就可以进化了 写成为 大R 瓜胡 肉 α 现在αN嘛 α 肉αN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β 0n 除以A 要等于 C 就干脆给它C就好了 连万都不用了 反正就只有这么一个 C 乘上J0 肉α α就这么多个 就变成肉 除以A好了 β0n 原来你有这么多种β 是不是代表说 你有这么多种的R 那每一个前面的系数 我们又不晓得一不一样 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子写了 这第四个四神 好 我们刚刚呢 已经用掉了一个 一个条件了嘛 对不对 B1用掉了 现在 最后这个条件还没用 那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办 现在呢 我就把这边擦掉 现在呢 我们已经有T 算出来了 哦 α也可以重写呢 α也可以重写了 大T T 是不是等于1 位置数 对不对 乘上Exponential 负了α平方 α平方 就是这个平方 是不是β0n 除以A的平方 乘上T 原来你有这么多种的东西 那就代表我有这么多种的T 我有可能每个系数都不一样 这个是第十二个式子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已经把T算出来了 R算出来了 假设只是单独 先把这两个相乘 你得到的是Rn乘上Tn 只是其中一个解 但是n可以这么多变化 这么多变化 那事实上呢 我们的J 本身也是个正交的 待会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 那在这个状态下面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现在这边呢 不只是两个乘起来 因为R有Rn T有Tn 那这算出来了 是不是 某一个解啊 OK 那就代表着说 我们这个解出来的 会是什么 U的N 对不对 Rot T的 某一个 根据这个N来讲 是某一个 但问题是我的U呢 各种可能性都有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前面一定会有个西数 反正西数已经在了 我就不再成西数 我把它 各种可能性的 通通把它做先性组合 通通加起来 那么它会变成一个 什么东西 N 对不对 好 R那边呢 有什么 CN 这边有EN 常数通通乘在一起 那R是什么 Z0 R除以A Beta 0N 乘上E T 负的Beta 0N 除以A的平方 T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为了简化一点 反正两个位置数乘起来 反正是常数 乘上数 也是常数啊 我把它叫做 GN 后面是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U Rot T 哇 太棒了 我们求到第13个式子 哇 这个13个式子 几乎就快完整了 除了这个常数 不晓得是什么常数之外 所以现在剩下 我只要把常数给决定了 大功告成 对不对 我们还以为很多未知数人 就没有想到最后面整理完 只剩下一个未知数 很幸运的是 我们还有一个条件还没用掉 还有一个筹码还没用掉 现在呢 终于可以拿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拿出来 他是在讲什么 时间等于零时候的行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排 有Boundary Condition 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在Rot T等于零的时候 它又等于什么 某一定的 一个特殊的函数 一个已经知道了 温度分布 那这个根据十二个式子 十三个式子 它是不是会变成 Summation N GN J0 这里面是Rot 跟时间没关系 照超 后面的Exponential 因为T要等于零 零一带进去 就变成Exponential 零次方就等于1嘛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是不是这个会变成F0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我们怎么来解它 假如说我们有正交 知道这个东西 有正交的特性 我们就用它正交特性 来决定 它前面的系数 到底是等于什么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什么叫正交特性 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Basal Function的正交特性 就很像Legendal的正交特性 我把它正交特性 抄一下 Legendal呢 它有一个正交特性 是这样 一个Basal Function New 假设里面呢 我看看 是Beta0N除以A 乘上Rho的平方 自己乘自己嘛 对不对 假设是这样子 不然我这样好了 我把它全部写开来 我重新写一下 不要写那么大 JμBeta0N除以A 乘上Rho 乘上JμBeta0M 除以A乘上Rho 然后我前面啊 称上Rho 然后我对Rho做积分 从哪边积到什么 从零 积到 我看看 积到A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会等于二分之一 A平方 J0 J6加1 乘上Beta0N的平方 后面称到MN OK OK 也就是说 这两个 Beta0放入去 相乘 前面再乘上一个 Rho的积分呢 这两个一定要一样 M2是不等于N呢 它就是零 M2是等于N呢 就等于这个数值 这个数值一查表 就可以查出来 它等于什么东西 然后再去平方它 就好了 对不对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就可以 做一些事情了 这个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 是四个数值 因为这边有一个 这个嘛 对不对 有个背手 那我们就是要做 这件事情了 现在问题是 前面的常数等于什么 这边无穷多项 假设我们要知道 其中一项 知道哪一项 假设我要知道 DM项的 GM等于多少 那我要怎么做 很简单 我就把它乘上一个肉 因为这边又乘上肉 再乘上个J0 B0N除以A 但是我现在呢 因为要知道DM个的 我就把它乘上DM OK 前面呢 摆上肉 然后对肉 积分 这个就照样这样写 对肉积分 G0到A 这样就可以了 假设这样子 一弄了之后呢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 等号的右边会是什么 等号的右边 是等于某一个 已经知道的东西 0到A F肉 F肉已经给你了嘛 后面这个也一样 再乘上肉 乘上J0 Beta0N 0M 除以A 肉 D肉 这个积分一定可以 记得出来 插个表 大概就可以算得出来 左边会变成什么 左边呢 会变成Sumation N G N 这个是位置数 但是呢 这边呢 乘上肉 在乘上这两个呢 就会等于右边那个 它会等于二分之一 A平方 J 0加1 变成1 Beta 0N 0M D肉 Delta M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就告诉我说 这么多项再加 很多项都没有意义 只要呢 你不等于M的这一项 通通等于0 因为Delta等于0 那它就等于0 最后只剩下一项 当N要等于M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最后面呢 你就会等于M的时候 你会有G M 乘上这一大串 二分之一 A平方 J1 平方 平方 Beta 0N 0M 乘上 等于 0A F肉 肉 J0 Beta 0N 0M Over A 肉 D肉 会等于这样子 那是不是G M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 GM就等于什么 这个放在分母的地方 肉 我把它提到前面来 比较好看 除以 二分之一 A平方 J1 平方 Beta 0N 是不是 我们GM就可以算出来了 GM算出来 14个四 这是第15个四 那么14 带到 15带到14 不不不 带到13 那我们的答案 全部都算完 OK 看起来有没有很复杂 有没有很复杂 太复杂了 OK 但是 你们马上就要碰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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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